大家好,我是Patricia 今天呢我想用Costco买来的这个老豆腐呢 做一款大家都爱吃的川菜 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肯定是离不开花椒的了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 就是要先把一些花椒呢 不要太大火,小火把它备干 虽然外面有卖现成的花椒面的 但是如果要做出正宗的麻婆豆腐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自己现炒一些花椒面出来 这样更香,花椒面肯定是越现炒的就越香 所以一次也不要做太多 好了,现在炒到满屋都是这种焦香味都出来了 你看那颜色也变了就可以了 不要炒的太过火,有糊味了可就不香了 现在我们就关火,让它在旁边先晾凉 好,我们现在把豆腐呢 先给它切成这样的五个片 这样比较简单啊 切成五片以后呢 中间给它拌一刀就好了 然后再切成大小合适的方块 好了,就切成那种小方块了 我们现在做一锅水 要把这个豆腐呢稍微烫一下 好了,我们房里面放一勺盐 这个步骤呢 是为了去除豆腐里面的这个豆腥味 可以让蛋白质迅速凝固 把豆腐拿进去,小心啊 OK 烫开一下啊 这样呢,还有一个好处 它就不大容易碎了 差不多稍微烫一会儿 我们就把它捞出来 好了,这个豆腐差不多烫了 有一分钟了啊 我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不一定非要等着烧开 这个时候这个花椒已经晾凉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放在 小型的打汁机里面去给它打碎 或者你用擀面杖给它压碎也可以 那用打汁机呢 就是方便一些 哇,一打这个味儿更香了啊 这个毕竟不是破壁机啊 所以它还是有一些颗粒打不碎 对,我现在就先给它过滤一下 倒到这个滤网里面把它过滤一下 太粗的呢 要不然就再去用擀面杖也好 用什么也好再弄了 我就要下边的粉 哇,你看看这花椒面才香呢 好了,那么多花椒 我就做出来这么一点细细的椒面来 下一个步骤就是来一勺 这个皮线豆瓣酱啊 我用的就是这个川老慧的这次啊 多一点没关系 这个豆瓣酱很好,它不辣 剁这个豆瓣酱的同时呢 我们夹了一些这个永川豆豉啊 把它们一起剁碎了以后呢 这个味道才融进去的啊 才更香 好了,我们把这个皮线豆瓣和这个永川豆豉 然后给它这样剁成这种泥状啊 然后呢,切点葱姜蒜末备好 现在我们的材料就都备齐了 就是猪肉馅啊 新鲜猪肉馅还有刚刚打好的花椒面 OK,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炒了 少许油 不要太多啊 这豆瓣蒸一点 有红油一会儿 不用太热的油 就把豆瓣迁进去把它炒香 要把它的红油炒出来啊 好了啊 这已经出了点红油了 我们就把那个葱姜蒜末放进去 再留一点葱 为什么我不搁那么多油呢 因为一会儿煸这个肉馅啊 它会出油的 所以就不要太多 现在就把肉倒进去 搁很多肉哦 先看你自己要做得好啊 好 现在妈妈先把这个肉末给它煎熟 好了,我们现在这肉已经炒得入味了啊 我们现在呢,加一点料酒 油 这个呢,不要搁盐啊 因为它很咸啊 又是豆瓣又是豆豉的 我们就加一勺糖 糖 糖可以折中一下这个咸味啊 再加上一点蚝油啊 我们也不用加那些别的了啊 太咸了不然 快没了 好,倒上鸡汤 水也可以啊 当然我的鸡汤味就更香 看看这一锅红油啊 哇塞,希望不辣啊 好了,稍微煮一下 把汤煮开 锅这个 已经煮开了啊 我们就可以把豆腐倒进去了 轻一点 倒进去 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颜色了 如果你觉得颜色还不够的话 可以加一点点老抽啊 提点颜色啊 这红红的真的好漂亮 好了,我们就这样 给它煮个差不多十分钟左右 让豆腐把这个味啊 彻底都吸进去啊 我们放的鸡汤比较多啊 所以我就不用盖着盖了啊 就是这样敞着盖让它煮 正好呢 把那个汤汁稍微收一收 当然我们最后收汤汁 还是要靠淀粉的啊 我现在就去调一个水淀粉 这个时候我再给它 下一点点的老抽啊 调一下颜色 这样就颜色更好 不是纯红 然后呢 在它这个面上 先给它撒一些 刚才我们磨好的这个花椒面啊 那这个花椒面呢 比较浓厚啊 一会儿开 做好了以后 我们还会再撒一层花椒面 好,继续炖 好了 看看我们这个豆腐啊 这个水 这个汁啊 跑掉不少了啊 我们现在就给它勾芡 先分一次 先勾一次试试啊 不要一次太倒太多 一般勾芡分两次三次都很正好 推一推 看看怎么样 好 太棒了 再来一次 一点一点的粥啊 哦 看 菜太香烂了 感觉 稍微粥下去 看 一点切干脆都进去了 OK 不然 浓浓的汤汁 太漂亮了 现在我们最后啊 就把这个面上的这个豆腐啊 再给它撒一层这个花椒粉啊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就靠这一层花椒面的味道啊 好 关火 我们再撒一点葱花 应该是青蒜末啊 咱们现在没有青蒜了 就葱花吧 哇 闻着这香啊 一盆香喷喷的麻婆豆腐就做好了 我们现在就给它装盘吧 浓浓的一锅呀 配饭吃太香了 好了我们这盘香喷喷的麻婆豆腐就做好了 我们赶快尝量晚饭吧 真是等不及了 这下饭太香了 开吃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这下饭 我们下降以降 痹的麻婆豆腐 inclusive 已经别凌养了